欢迎收看小高 奥运会结束两月有余 全红蝉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只是随着全红蝉出席活动的增多 不一样的声音愈发多了起来 肢体动作夸张 没有礼仪 是时候注意一下言行举止了 相比这样温和的建议 还有很多严厉的指责 甚至嘲讽 全红蝉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 她一向随意洒脱 苏炳天也没有任何尴尬 很多观众却觉得男女有别 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感 释放天性 自由自在 言行随心 随性自在做自己 这些特性犹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成就着全红蝉 一面让她备受诟病 退去世界冠军的光环 全红蝉不过是个17岁的小姑娘 她天真浪漫 单纯无邪 藏不住事情和心思 也压根没有想过去藏 奥运夺冠 实力是一方面 性格和心态也是最大的助力 站在奥运赛场上 运动员压力巨大 无拘无束 又自由舒展的全红蝉 心态会比其他人松弛 顶尖运动员们之间的对决 心态因素在胜负中占了很大比重 全红蝉的性格和心态 让她的包袱变小 如果她循规蹈矩 又谨慎拘谨 拿金牌也许会难上几分 全红蝉把个性延续到 生活和采访中 出席任何场合 她都自由活跃 自在随性 说话无拘无束 对所谓的姿态礼仪 也毫不在乎 她有着自由略夸张的肢体动作 举止不拘小节 有时候翘着二郎腿 有时候斜靠在沙发上 主打一个随意 之前就有很多网友质疑 她没有礼貌 如今把手放在苏丙片大腿上 更是引发热议 网友自发地分成两派 反对的网友认为 无休止的包容会害了全红蝉 不能因为她专业出众 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她应该有起码的教养和礼仪 支持的网友认为 全红蝉率真可爱 天才都有特立独行的一面 要接受她的与众不同 其实全红蝉格局很大 夺冠那一刻全红蝉第一时间 扑到教练的怀里 两人相拥痛哭 她把奖金给妈妈治病 她塞给奶奶大把零花钱 她每个月都会打钱 给父母爷爷奶奶 她其实更想去做喜欢的事 而不是被很多人围着 真诚 执着 坚韧 孝顺 感恩 善良 又有格局 全红蝉也许没有那么高的学历 也不是特别懂礼仪规矩 但是她的优秀 远远不止世界冠军这一项 谈到全红蝉 陈玉希说她最闪亮的地方 就是她的那份纯真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比赛训练中 非常可爱 活泼 开朗 希望她永远保持一颗童心